又来到第四集的港鞋教育电视 今天想分享一下我多年来的砌机心得 看见桌面这么多东西 你一定猜不到我今天教大家做什么 没错就是组装电脑即砌机 首先预备一些无关同样的保护设施 开始之前 我想说以下的耳朵就是我个人的心得 如果需要专业的意见 请问一些专业人士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常用的电脑里面有什么 有Mutterboard 中文是老母 不 中文是底板 这张显示卡 CPU 火牛 RAM 记忆体 DVD Hardisk 主机箱 还有一个屏幕 接下来 还有喇叭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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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配 我不喜欢说废话 加上时间关系 我已经拆开这盒子了 我砌过的电脑 都超过100部了 如果才知道底板 配什么RAM 配什么CPU 你便会找一些专业人士 我自己比较喜欢玩老母 不是 比较喜欢玩底板 我会先砌CPU 砌RAM 再加进去 这个位置 就是CPU 即是心脏位 我们先拆开 这块就是CPU 即是最重要的核心 最适合的位置 最适合的位置 总之是两个卡位置放进去 好 这个就是CPU风扇 我们先拆开电线 找回插电线的位置 这些就是CPU散热膏 通常它有的 也千万不要碰它 再对四个洞 然后压四个角落 我以前玩电脑 即是玩砌机 是试过不下风扇 就这样下CPU 然后开着它 然后上面是热到可以煎蛋 然后不出一分钟 就立即烧了CPU 因为是很滚的 好 插回电线了 然后看下边是否全部插进去 完成 接着是RAM 通常如果两条 我们用Dual Channel 即是跟同色的插 但我现在有四条 所以不用理它 插进去 按着两边 平衡 压下去就可以了 好 搞定 好了 现在我们将底板 放入主机箱了 看到这部超级大的主机箱 是不需要害怕的 刚才我拆开后面的两个螺丝 拆开里面的电线 放在下面 底板会有这个机箱的盖 让防止进层 对这个洞下面放在这个位置 吸出来就可以了 用底板对一对 你要放在一个螺丝位 对待对的位置 哎呀 我忘记提了 你显卡的两个卡槽 要先拆掉 否则安装过才拆好 很麻烦 接着就拆开头盖 好了 确实完成 拆开 然后到火牛 我觉得火牛是最复杂的了 电线不要打开 要先拆开底板的电线 然后再有另一条 然后再有DV机电源 Hardisk电源 机箱里面还有小风扇的电源线 对的话就自己拆开 哎呀 拆了一分钟才能拆开 收起其他无用的电线 才是最麻烦的一件事 接着就要在底板有下角 拆开机箱的电键 要看底板对的 或者看这个名字来拆开 那我不多说了 你自己看底板说明书了 好 搞定 通常有颜色的东西是正的 白色和黑色是虎 自己跟着名买 Audio USB 应该没有插错了 然后再做映示卡 刚才可以两个洞 显卡这里 就慢慢对起 对的位置 两边慢慢压下 哎呀 搞定 如果对的位置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刚刚突出的 所以不要拆开其他东西 然后显卡也拆开电源线 让它拆开电源线 然后再拆开电源线 然后再拆开SATA 加上硬线 还有DV机 然后再放下底板 几乎算一二都没所谓 好 这个时候 你有多少电线呢 是有七彩的 你喜欢就拆开它 不喜欢就拆开它 还有机内有设计 不知道有什么弱子 有USB在机内拖出来 然后穿过这边 是这样的 穿过后面 穿过后面 再怎么办 啊 刮出来 你不在底板前拖出来 为什么要在机内拖到后面 就知道呢 好 这样就搞定了 想知道可以不可以呢 我现在试一下 刚刚漏了 要上显卡上面的两个螺丝 好了 放好东西 现在试试开机 那开机吧 咦 有显示了 即是说呢 已经搞定成功了 那只要安装到Window 就完成整个过程了 好了 电脑已经安装完了 那今天就是这么多 下次再见 拜拜